男孩手持力气残忍杀害了熟税的父母 次日警方封锁了现场 社工金姐负责协助调查 死亡现场格外惨烈 金姐无法想象 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竟然会对父母痛下杀手 他找到熟人父母的男孩 男孩的状态想知惊动之妙 哭着想金姐承认确实是他杀了父母 这让金姐觉得更加可疑 因为男孩没有任何杀人动机 警察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男孩在杀人前接了一通电话 那通电话是从金姐家打出来的 警官有些在意他当时和男孩说了什么 金姐听后大为震惊 因为那个时候他并不在家 根本不可能给男孩打电话 不过当时他的养女在家 养女和那个男孩是同学 电话很可能就是养女打的 他带着警官回了家 可养女在面对询问是信誓旦旦地说电话不是自己打的 金姐的心开始动摇 他们或许真的误会养女了 可警官却在临行前告诉他养女刚刚在说话 金姐目送着警官离开 随后就发现养女一直在门后偷听 他相信养女是无辜的 所以在第二天来到看守所 想从男孩口中得到什么线索 金姐问起那通奇怪的电话 男孩一直否认接到了电话 紧接着竟然痛哭地晕倒了 金姐连忙将男孩送去急救 男孩醒来后终于说了实话 杀人那晚他确实接到了电话 电话也正是金姐的养女打来的 这时金姐恍然发觉 养女并非看上去那么人处无害 他而身为心理咨询师的男友从养女口中套电话出来 可养女不仅能够从容对答 还渐渐主导了话语权 将话题引到了对方害怕的事物上 男友告诉养女 他因为小时候被马峰盯过 所以现在看到马峰就想逃跑 交谈结束之后 男友没有问出任何有用信息 他告诉警戒养女很不对劲 无论是言行还是心智 都不像个正常的孩子 晚上回家后 金姐若有所思地盯着养女 养女问他是不是男友说了什么 金姐摇头否认 并像往常一样看着养女怪巧入睡 金姐关灯离开之后 养女忽然睁开眼睛 眼神中透出了浓浓的杀意 与此同时金姐的男友接到电话 听筒里传出一阵嗡嗡声 他疑惑地挂了电话 随后就感觉耳朵里气氧无补 他立马来到浴室 从耳朵里掏出一只马峰 男友强忍恶心和恐惧 将马峰扔到马桶里冲走 可紧接着 更多的马峰从耳朵里钻了出来 他崩溃地扑杀着马峰 但马峰依旧无处不在 甚至从他的鼻孔和眼眶钻出来 到了最后 男友蹊跷流血死在于是 身上的马峰全部凭空消失 金姐参加男友的葬礼时 因为擦眼泪无一避开了养女牵过来的手 养女脸色一变 看起来有些失落 再回去的路上 一直用力攥着金姐的手 金姐隐约觉得男友的死和养女脱不了关系 她找到养女的生物 发现对方就在昨天忽然就莫名其妙疯掉了 她又找到养女的生父 对方一见到金姐就问她又有谁死了 男人告诉金姐她收养的女孩是个恶魔 并且早就遇见了善良的金姐会将她收养 恶魔喜欢窥视人类的恐惧 并沉迷于制造悲剧的快感 而善良之人的灵魂 就是滋养恶魔成成的养料 想要阻止悲剧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杀到拥有恶魔灵魂的养女